今天是一個2024年1月10日的英倫Lotee 星期三的時間和大家一起見面 而在我今天加入這個錄影的 就有方展博和高手高手高手高高手 大家好 大家好,歡迎來到英倫Lotee 今集我們有些節目提早錄的情況 因為實在是鱷魚太多的行程了 大家走一走 所以我們可能會講一些比較更新的 但又不是貼到去星期二的話題 在我們錄影那天 之前香港的一位著名的新聞主播離世了 我在鱷魚潭也錄了一段影片 紀念這一劑的事件 借他的離世當然是鞭策這個特區政府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連一個這麼出色的新聞主播 台前幕後都可以發光發熱 也有這麼兩例的新聞主播 竟然在香港也留不到他 他給不到他一絲希望要離開 當然當中有很多的原因 或者一些個人的個人的個人 或者怎樣也好 我們不可能是不雲人道也不知道 但是其實如果大家都會明白 錢人女人 你有女人的 那你沒有錢的你都不會死 你沒有女人 但是你有錢 你都未必會這麼容易離開 那你肯定是隨便開到一塊給他 有些希望 照樣都可以走下去 可能真的一塊都開不了 你可以想到香港這一個城市 就是只顧著搞國安 只顧著搞這個夜賓州 就是其他很多的問題 香港特區政府是完全不夠理會的 包括過去這兩年 其實要有執行近有2,000人 就是自殺而身亡的了 這個數字真的不是那麼正常 就是2,000人 好地地的樣子 一個社會如果沒事 就不會有這麼多人自殺的 那就是關於柳俊光這件事 開頭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很懷疑的 就是你看回他的IG那樣東西 都是沒有什麼症狀 他會有這樣的選擇的 但是現在就過了都差不多兩天了 那些情況都開始明朗化了 那我們都相信是 就是我看過客觀的情況 我都相信他是自尋短見的機會高 這樣 那高手 你有什麼東西 就是打多點遊戲 就是多做點菜 就是生命滿希望前路由我創啊 高手 你放心吧 我不會自殺的 除非我是被自殺的 你放心吧 是 是 其實我們講這件事之前 我們都有想過 為什麽一個社會的精英 專業的人 會在香港裏面 就是要面對這個絕路呢 其實都不多不少都可以想到 就是你在721裏面響了黨 是吧 然後裏補了自己 啊接仔 是吧 那我想 很多 就算沒有 跟政治沾上邊的藍絲啊 建制的那些機構啊 普通人 都可能都會擔心 鼻子濕 都可能未必有job 射給他啊 或者有生意去彈給他 就是你可以想到 就是他在香港裏面 面對那種的限制 就是 喂 我是沒有錯的 政治的一個看法 原來在香港裏面 可能會逼到一個的絕點啊 那我想 就是如果我今時今日 我老惡 就是都 就是要回來香港 找東西做啊 我想分分鐘街頭的姑娘 那些工都可以找得到啊 啊高手你上過文匯報 那你都不用指望找到 是吧 其實 其實 我想我是 2018年 上了文匯報之後 就開始 就是那些工作 開始簡簡簡簡簡了 就是 尤其是那些中資機構 就是 那些工作 就是 在那些工作 都要發表 那些工作 就要發表 那些工作 這樣做 這個是真的是一個事實 就是 他們很多事情 就是會有篩選 在那個政見那裏 嗯 明白 但是 anyway 始終黑暗的時期 就是一定不會是長遠的 辦法 總比困難多 那希望香港 现在可能生活不太如意,或者有很多问题 多找朋友去帮忙聊天,开解一下自己,不要住一个死胡同 因为我真的很怕,我很怕每一天,晚上留夜, 你知道我的时间,我醒了时三、四点, 那些信息不断来,一旦全部都是地震,一旦就炒飞机, 一旦就自杀,又一样那样,我真的,大哥,我真的, 我心里真的戳着,你明白吗?很难睡得着 明白的,你又先天下之幼而幼, 你是有这样的使命,所以你是要受到这些资努的,辛苦了 快点教,先教这么多,不要慢慢来,大陆 但是你们没有教训,好像打风,前一阵子打风, 我就安享家中,这几天没什么出街, 那些风是吹的吭吭声的,那都没有什么, 见到那些连接拔起的事件,那高手就传了一些图出来, 就说除了风,还有雨,那些雨水是比较密的, 他都没有见过他家附近那条,就是偷渠, 一条小溪,那条小溪非常之多水, 就像这样,拍照出来给我们看,那高手有什么发表呢? 关于这个多水的事件? 漏了水吗?都想起,发大水的高手 应该比较,就是中部,偏北一点, 比如说北咸顿,或者Nottingham那些, 就有一个水浸,那我看到后面的图也浸, 这一张应该是, 这一张应该是, 就是Nottingham是北咸顿来的, 后面这一张, 那其实就是说, 刚刚有一个台风叫做Hang, 那就早两天, 早两三天就吹到来, 那上一集其实也有说的, 我说我垃圾堂那些二零, 去到我半腰, 去到我胸口这么高, 突然扯了风, 整个通风吹起了, 我要按回它落地, 那风是厉害的, 那然后我的帐篷, 即是八站, 临时摘下的帐篷, 又吹起了那些骨, 那又要再, 又要再扯过, 那这个风是厉害的, 那刚刚罗马尼亚师傅, 就想着今天, 和我搞太平板, 我说都是没有空的, 为什麽呢? 他摘了三宗, 就是人家的屋顶吹烂了, 那下雨漏水, 你搞了那些, 才是人家那些比我急, 慢慢来那些东西, 那最大雨那一晚, 我就走出去, 因为我家附近, 就有一条引水道, 那条引水道, 那条引水道, 应该是由北部, 落到来, 就引回那些, 那些, 我们叫做那些混河, 穿出太阳津河的, 是, 那那条引水道, 平日呢, 就很低水的, 其实我估计, 应该都是, 脚眼水, 上吹下吹的, 但是那一晚我出去, 那晚是凌晨差不多, 停了雨, 应该大概是三四点, 四五点, 差不多了, 那只狗又要出街, 那好, 起床就跟他下街, 那下去, 那下去看到, 哇, 那些水涵的, 全部都泥水, 那些水已经浸过了, 平日那个, 就是快碰到我们平日那些行人路的了, 已经, 那我也不敢行, 那水流又急, 那些水全部是黄泥水, 那原来他们都是, 讲的是, 正常我们家里的排污, 如果去到那些, 那麽extreme的环境下, 原来都是会直接, 排回去这些, 这样的印水道, 再出太阳津河, 那样的, 嗯,明白, 所以就有些警告, 就除了, 这几天除了有些暴风警告, 那样的, 还有暴雨警告, 那麽另外就有一个, 就是污水排出来的那个警告, 明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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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那麼快吧 還要三年 考完之後終身有用 還有增長一下這些知識 播一下劇 調解一下英國由盤古賽開 什麼時候開始被人佔領之後到現在 究竟哪些皇后 那個混蛋的亨利八世 究竟殺了多少個老婆 為了要再娶老婆 這些都蠻好看的 男人渣男 以亨利八世已經所一致 那現在有沒有一些Living UK 一些M。Exam入試試的 有的 網上裡面打Living UK就有的 常用有16個M。Exam入試試試 另外可能有些香港人很有心思做筆記 可以拿來參考 好像是2024年就會有機會改版 加一些東西下去 所以他還沒改版之前就考了 終身有用 這樣就多了很多東西的 那我這裡不要回門弄府了 不過考到之後再和大家分享 OK OK 但是你是要入籍的時候才考 還是你在這幾年裡面坐著移民的日子的時候 你都可以隨時去考的? 可以的 你一早考定才行 你考好了之後 這個記錄就終身都有記錄 變成了入籍的時候其中一個類別 你是需要 這個chat list 你就卡住了 我以為你入籍的時候才要考的 我還在想 你現在讀一個改版 為什麼都問你這些你完全都不懂的東西 你是不是站在那裡? 入籍的時候就考柯佬的 做英文事業 那個就過了五年之後 就是5加1之後才要考的 那個就入籍的英文口試 這個就 Live in the UK 我自己就覺得增長知識的 開心心的 又完全沒有壓力感的 照他讀歷史書 了解民生 議會那些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既工作於娛樂 是不是? 他們也帶了你看看 英國有什麼名勝古蹟 那些皇宮到底發生什麼事 又增加了你那個導賞性 那兩次大戰 哪個策頭要做什麼都知道一點 變了一個人 突然間有些書卷戲 很有文化 很猴敦 還沒說髒話 你知道 那個文化的分圖多厲害 很猴敦劍橋 是不是? 猴敦劍橋 是不是? 沒錯 爬頂的 穿那些牛樽紡襯衣服 然後穿那些帆船鞋 把那件椅子搭在肩膀上 打個裂的感覺 是的 但是你的樣子過不了關就過不了關了 穿法是沒問題的 穿法是沒問題的 但是整件事不配 沒錯 我所以不會做這些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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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 那個風是不是應該這幾天就會沒有了? 這一兩天的雨水開始停了一些 然後我也開始看一看有什麼東西要做 發派去開始要重新計劃 接下來有什麼新工程要幫你街坊 又或者師傅有什麼差我還沒搞 慢慢地再計劃 我又不急的 那些東西 你覺得新移民過來香港 不是 過來英國 香港新移民過來 會不會慣這種冬天打風的 那些環風環雨 大風大雨 這些水浸街的情況? 我想看你住哪一棟 其實我這邊是純粹大風大雨 我這些水浸風險是低的 所以就未必有這麼大的問題 但是我聽說有些浸到 例如洗衣機 洗碗碟機 全部雪櫃都浸了 我看見有些 我看見《conjuring》的其中一幕是浸在一個層面 那些人要下水地爐 然後就有一個… 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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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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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人去救他 然後有一個…有一個人去救他 立刻幫他揭開車尾室救他出來 那個男生很威勇啊 爬著一條橋 我不是不夠膽去做這件事 而我怕我沒有他的能力去做到這件事 真的…自己也跌在水裡 因為那些水流…你見到我… 水流是急的 是呀 你那裡飛出來嘛 是不是 是呀 水流是急的 即是我們已經和八明漢都差一個很遠的距離 但是那些水流都這麼急 但是他不去救救 即是連那兩母女都會去衝走過來的 分分鐘 連那車也衝走過來的 連那車也衝走過來的了 嗯 明白 好 那我昨天見到你和物理號 討論得一件事件 都很刺熱的 或者我們都可以拿出來去聊一下 有一個香港移民的老母 好 那即是Campaign 就說他兒子其實都很乖巧 就很喜歡對這個鋼琴的音樂 就很有這個熱誠 那經常都在家裡 記住是Day Time 即是不是半夜三間彈琴的 Day Time的時間 總之早上一定是過了10點 下午的不會是6點後之後 這樣去彈琴的 但是都被鄰居上門就是屌老母和投訴 那一個原因就是他兒子的琴聲 對他們造成一個很大的困擾 因為他們是Working from home的人 那天天在彈琴 影響到他們的專注力和集中 我不知道是否其實他兒子 其實彈得很差 還是怎樣 但是我就在想 喂 這件事而已 合法就可以了 說真的 他是否一些晚上12點之後 在播行的喇叭 開web music 或者開這些大派對 爆發了機 如果是早上的時間 在過了日上三竿 下午之前來彈琴 我就看不到你c forme我 要受你的理由來的 況且不會每天 早上頒 九點鐘一直 到夜晚十點 總是只有一兩個interview 為什麼有這樣 這個事件和鄰居不快 是否像小粉紅一樣 哦,你歧视,这样的情况,你们两位怎样看这件事件呢? 是的,那高手就在网页那里,应该是Facebook, 发布了出来,话说有个太太, 就有展示了两张A4纸,信纸, 就说邻居就放一张纸过来, 就投诉叫她的儿子不要弹琴, 因为我是webphomhome, 就对我们造成一些滋扰, 这个太太就觉得很无奈, 到底可以怎样做呢? 就是遇见这些人, 那大家就议论纷纷, 大家懂得看,大家看留言, 那我们都加入了留言的那个行列, 但是我们就是流星, 那我们就开始讲她的看法, 那我都贊成的, 有些位呢, 如果你来到这边,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权利, 或者你的义务, 大家要搞清楚, 那高手说得很好的, 那你也讲得很精彩的, 那所以呢, 以下来就由高手去发表一下, 你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那样, 就是若然你的儿子, 啊, 彈钢琴, 那样, 那旁边摄像指过来, 你会怎样勾扰呢? 我有一件事, 我没有很明白的, 就是, 为什麽香港人, 去到英国那个, 我们叫蛇龜啊, 这个态度, 很蛇龜, 就是有些, 有些留言很搞笑的, 就是说, 你一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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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香港人搞得, 自己好像天杀孤星那样, 在香港, 已经被大陆人欺负了, 好了, 现在走来英国, 怎么又被那些态度人欺负了, 好了, 接着, 上到那些forum那里, 想着, 问一下, 或者有些, 有些best practice, 问一下, 接着, 我不知道香港人来什麽, 这些议论分分, 那些议论分分, 那些议论分分, 就等于, 在香港被大陆人欺负, 来到英国被那些态度人欺负, 接着, 上到那些论坛, 又被那些态度人在那里, 我不知道, 不知道香港人是不是天煞孤星, 前世做错了什麽的事, 是, 我回答是, 因为现在, 大家在搞成这样, 是一个集体的罪业, 肯定是有轮回, 有报应, 然后你想想, 你后一步, 如果你在香港, 香港不是还在闭着, 你以为没有人弹琴, 一定会有弹琴, 那如果有个鄰居走来, 按你钟, 你很吵啊, 那你会怎样? 你已经猜到, 那老母的人, 我丢你, 我的儿子, 如果翌日是李云迪, 或者是朗朗, 你赔了个儿子, 我说, 你以为就是叫鸡啦, 是不是? 就是这麽简单的, 为什麽你来到英国, 那些人会觉得, 哎呀, 和我鄰居聊一聊, 那麽麽麽的, 总之, 就是觉得, 要受罪自己, 去遷就别人, 那我会觉得, 整件事不离, 因为, 如果是一个日期, 那, 你反过来, 其实我会觉得, 车声, 肯定比钢琴声, 我告诉你, 那些巴士走过, 超过九十分半, 我认识过, 我告诉你, 那问题, 钢琴声不会比车声, 难道你, 你会有凤凤的巴士走过, 你就投诉, 叫那些巴士改路, 我就走这边, 我觉得, 整件事只有两个看法, 合法, 和不合法, 好了, 如果我合法的, 还有高手, 难听, 和很好听, 如果那个是一个钢琴大师, 你弹得很欣游揚悦耳的, 我有一点相信, 他的儿子是高谭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 等等等等, 就是, 亂来, 这个没有客观, 这个就, 我觉得客观点, Simes这件事难不难听, 我觉得, 见人见智的, 我觉得, 有个车子跌落水, 有个车子, 每天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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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跌落水, 那你就很烦, 是吧? 我又觉得, 不应该去到这个, 我又说了一个经验, 譬如说, 我那时候, 我家屋装修, 要搞个屋顶, 那人家, 放些木框上去, 原来, 放一块砖子, 那时候, 那时候, 我一个邻居, 跟我斜对面, 其实, 我Ruffy, 都应该跟我超过20米, 以外的了, 他走过来, 在那里, 在那里, 哇, 很吵啊, 我心想, 其实, 我就很礼貌, 哦, 是呀, 不好意思啊, 我心想, 我搞你什么, 装修当然是吵的, 那时候, 你搞多少, 做多两三天, 做完了,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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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 难道我所有的平工就你吗, 你不要玩啊, 我把你回到日期的时候, 我才开过去,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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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 难道我所有的平工就你吗, 你不要玩啊, 咦�... 200uberie tell, OK, 200ube sen, 200 yapıl噩之rias, 200操odesan, 200分之 Torres, sled, 擦, 所以, 那样, 我将来一个香港人, 你是不是應該要合理化一些 我想要合理化的就是 你做的事情想問問自己是否合不合法 因為卡手和警察都一定是有階段 這些事情管了很久的 這件事 所有事情其實有一件事很簡單 我發覺有一件事 我希望你兩位都可能要了解 我始終是一個來海外災外生活之後很久的蝕丹人 我那些很熟悉鬼的脾性 鬼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溝通和打交道 疏通 所以我來到的時候 我當然會逐家逐步拍門 你好 我在隔壁住 我會去移動 行允舉舉 我會跟他們說我做什麼行業 其實是一個在香港裡就不能搞 因為我講的言論 中國共產黨會反應我 我現在就要回來做播cast 讓很多在海外的香港人 了解香港的事務 發聲之類的 有時候 我會感到很氣 感到感到感動 原來我老婆又買了 我給你請你們吃吧 你先打瘋了我弟弟 那你就算我們在這裡拆瘋到拍瘋了 媽媽,你怎麼讓別人走過 以為我瘋瘋,因為我對瘋住玻璃 他們都不會假的 就是會了解 但我發覺,其實在我住的地方 也有很多香港來的人是居住的 但這些瘋子,其實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是不會跟任何人有眼鏡 是不肯肯跟社區裡的人溝通 別人對你都不肯清楚 想著跟你說嗨,你的樣子 看別的地方,鼻子開 又不肯跟別人有眼神接觸 我跟著知道,我睡到夜色 被你吵吵醒了 原來是你的屌你老婆的 你想一下,我會不會發你為先 你會想一下,這件事 早點溝通了,解釋了 就算你早點跟別人說 我真的想了解你怎樣 我兒子要彈琴 我需不需要弄一些隔音棉 怕會阻擋你們 以退為進 英國人,難道我真的叫你 你幫我陷家 你弄兩張隔音棉 我相信溝通是可以做的 還有自己要有一個友善的態度 跟別人去聊天 是的,我很同意魯岳的分析 他收這張信,某個程度上 其實那個人是很有禮貌 他跟他講,很詳細地解釋 我受到你的影響了 那你期望什麼呢? 如果你是寫信那個,你想他怎樣回答? 我不能彈嗎? 他不會這樣回答的嘛 他期望你收到一封信 你過去敲門告訴他 我收到你的封信 是嗎? 那些叫做sort cake 是嗎? 是的,告訴他 我知道這樣的情況 我盡量會叫兒子彈得好一點 或者低聲一點 你不滿意的,他當然是彈得不好 還是彈得很吵 還是什麼?你先說清楚 因為我沒有可能完全制止我的兒子的 但是這個情況 如果你明白到你可以接受到什麼程度 我就控制到他那個程度 但是你絕不能叫他不要彈的 對不對?大家都有一定的自由 對不對? 那你不行的 你就寫回中文 然後檢查GPT 又幫你翻譯 然後你就把封信放到他的門口底那裡 那問題就是這個太太 她表達出來好像被人去 欺凌、欺凌、欺凌 但是事實上這件事很簡單 對方可能怕你不會聽 又可能知道你 就是已經是 看到你一向都在口在臉的了 我不知道啊,我這樣猜 我可以告訴你,展望兄 十有九做 十個有二十一個都是在口在臉的 是的 我在香港住啊 這麼多年啊 都是我和鄰居打招呼而已 沒有鄰居來和我打招呼的 就是我的行業影響 我是 歐高榮是要見人的 我就會 但是我真的發現 十居其九都是不會主動去打招呼的 他們有時候都會覺得你很奇怪 為什麼你這麼熱情呢 你是不是打招呼的 你是不是看得中了 是的,沒錯了 就是很久不找你那些 不是傳銷就是保險那些 是,別看錯了 因為你拿我買家來的 是一隻集團 那些是香港人的雜性來的 但是你去到外國 你試一下上課了解一下 上網看看社交禮儀 你先增長一下自己 你不用怕別人去 所謂叫做冒犯你 叫你一些不情之情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的 去到外國其實他們從來都是 你要明白北方人 總之在法律的地方生活的人 他們是地大脈搏 他們看到人很開心的 你不跟他談是你的問題 他很喜歡跟你談 如果你能夠拿回一封信過去 跟他說不是叫你道歉 你說我收到一封信 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有什麼可以跟你溝通到 令到你舒服一點 這樣說就簡單 他一定不會跟你說 叫你兒子出來 跪在那裡 拿玻璃來 不會的 他一定是跟你說 我有什麼難處 你聽完之後 你真的幫到他的 你就幫他 你幫不到他的 你就說對不起 然後買一盒餅給他 可能調整一下 一些時間 大家就一下 那就說完了 那第一天 你兒子不生性 他去談琴 他都不會再吵你 你做父母 你告訴他 你會管理他 除非你 顧泰服務 又一模一樣 跟以前沒有人變過 投訴接受 什麼意見接受 什麼意見接受 什麼 態度依革 那就糟了 現在的情況是 很明顯 這個太太 自己本身的社交能力 是需要提升 不是說差 但是一定要想一下 怎麼提升 你在網上 經常這樣擺出來 其實怎樣 就是你已經是不滿 然後你想聽一些 跟你一樣 那麼不滿的聲音 然後你就加強了你的能量 到隔壁敲門 砰砰砰砰 那樣 你說什麼意思 所以我是一句都不會回的 關於這些 我不是覺得他不想 他沒有辦法去處理 一些普通人仔關係 你旁邊的人 煽風點火 就會使他有錯誤的方向 我簡單說一句 只要我附和你 一個不認識 地區禮儀的 暗糕新移民 這個人也不認識 融入社會的 暗糕新移民 在那兒互相 在那兒 圍爐取亂搭 就是有這樣的後果出來 就是只會被人歧駕 是你 如果旁邊有一個 你在香港 在港軍契義旗住 下了一個東北人下來 上海人下來 天天在那兒炸臭豆腐 你走去爬兵他 他說 我現在 早上炸臭豆腐 我又不是野馬臭豆腐 我做錯什麼 其實整件事是一樣 是 沒錯 你大陸人來 香港的子女在街上 他回到他 在他自己的微信 他回到他 這麼誇張 不要去香港 是呀 就是這樣 整件事是 他們都沒有辦法 去融入到社會 那個主流的意見 現在旁邊的屋 寫一封信給他 我不是說旁邊的屋 他不掩尖 可能掩尖 可能也麻煩 溝通 但是你不去跟他溝通 就是你的問題 好 還有真是 各位香港的朋友 去到移民海外 笑容 是最便宜的 笑容 是不能值錢的 笑一下 你這段牙 是否完全好像 黃世策 那樣 不能見到人 露子 那樣 四萬個嘴 鼓下工 下頭 Hello Good morning 晚上 Good evening How do you do 行圈幾句 我是很討厭那些新移民 尤其是香港那些 我這個屋苑裡面 有幾個 喱喱喱麵 那樣 全家僵屍 那樣 那些鬼是很討厭的 因為他不知道你們做什麼 是啊 十足十的那些 潛在恐怖分子 那樣 是啊 又不想 做什麼 又不想餓得死 又不想見你回江 每天都在家裡 一人一回來 就在車尾箱裡 大代世代 搬進家 鎖強在說那些 間諜的樣子 那樣 哈哈 但是最討厭的是誰呢 反過來這樣說 我覺得有時候有些 香港人的想法 是有些矯枉過正的 譬如我自己的房子 我自己不夠眼 所以很多時候 我的房子 是要有些額外的燈光 譬如我看字 或者看一些小的東西 我是要光些 在家裡 然後有一個在家裡說 他說 你不要弄這麼光啊 查到隔壁的隔壁 投訴你 然後我就說 我屌你了 我晚上煮飯 但是晚上的煮飯很不好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 還有一個要投訴的 就是麥理浩 麥理浩 專門出了一些 煽風點火的言論 但是他就跟我剛才所說的 你明白嗎 他說 我隔壁的房子 經常是屌你老闆 投訴我的光 光弄到他 或殘弄到他 那我就去他家裡聊天 了解一下那個問題 屌你老闆 他家裡用那些窗簾 隔壁的老婆的睡衣 當然是透光啦 這樣 我跟他聊了兩句 我家裡的光 就是這樣 他就不投訴 聊了兩句 但是他在我們的言論上 說得很凶狠 但是他的實際種族 就是他就拿了那些白旗 走過去別人那裡 就要和回來 就是大家去探討 多噴蕉 是啊 你怎麼插上他 拿把刀去斬勾他 然後就過去 然後在那裡 真的好噴蕉啊 老廟 作為你老廟 我真的覺得你真厲害 你怎麼噴蕉 這樣 不是的 他從多方面的角度 去想怎麼處理這件事 他最後得出的結果就是 剃手 哈哈 如果我有橄欖枝 都撕一枝出來的 沒有就剃手了 哈哈哈哈 不是 就是講一句 你家裡有什麼工程啊 或者要做什麼 建築 不妨敲人家門口 通知人家 我裝修也是 都是的 我如先說 我下個星期 會開始做些什麼 可能要大塵 是啊 有噪音啊 你有什麼時間是不想 就是我都會問這些鄰居 有什麼時間 你們是要特別做的 有meeting 你告訴我 那我那些時間走一走 那我都會逐個 就是可能我隔壁 那兩個號碼 我都會敲門的 這樣 是啊 嗯 高手就 這個做法就非常之示範作 跟這個日韓呢 JL呢 疏散呢 即是教材級一樣 非常之好 哈哈 非常之好 90秒之後就疏散了 我現在在這兒怕 我90秒之後有什麼 和人生病 或者日本的時候 走不走得切 哈哈 那這些東西 就講機率的連環 發生了這麼多次之後呢 未來一年呢 都安全的了 放心去日本玩 OK 好吧 是啊 這件事件裏面呢 我都要和展博輕聊聊天 你覺得 這次日韓的一個飛機事件呢 我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 以一個跑道 控制塔 飛機升降 都可以出了這樣的一個亂子 究竟是我們人裏面的質素是低了 因為尤其是 發生的地點 竟然是一些一絲不久的國家 日本 偉大的大和民族 是不是 一樣東西都很仔細 都出現這個情況之下 都出現這個情況之下 是不是我們之前經常講的 那些電腦啊 Hacker啊 AI啊 人工智能 其實是不是 都會太Rely on 這些東西來出現這些問題 還是人為的問題呢 你覺得是 有很多巧合的這個世界 譬如 兩個人都是踩單車 都是被貨櫃車撞到 一個輪子爆頭 沒有輪子爆頭 這樣 那你怎麼解釋呢 就是有很多巧合在一起 就發生了一樣的不同的事的結果 首先一件事就是 這架海警的機器呢 它不是經常在跑道那裡用這條跑道去起飛 或者這樣操作 這是第一個 不同 還有呢 我看一些報道呢 就是說 它那個C5那個 那個等候的位呢 是沒有燈的 但是 通告了是沒有燈的 就是說 你經常在那裡 做出入的機師呢 其實你會知道 那個停位是沒有燈的 但是他就不知道 所以他找不到 停位的燈 就跑了出去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最大問題 嗯 所有的對白 是的 所有的對白都是正常的 就是你去那裡等 知道去那裡等 找不到一條停車線的 那還沒去到停車線 就繼續踢出去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都還沒有確認到 究竟是不是因為沒有燈號 令到他這樣 但是沒有燈號 這件事是通告了的 就是這樣 通告就是給一些 正常升降的飛機航班呢 但是這架 但是機師看漏了 通告 總之這件事是一連串的巧合發生 那也都是不是有災難的話 那部海警機不應該這麼快 就是這麼緊急要去起飛 所以很多東西是連環的不幸事件來的 我這樣看 那對於日本 它已經發生了意外了 你的災難之後 它的疏散 那樣東西 其實你都是繼續是 就是要崇日 日本真的做得好的 那些事情 真是意外災難發生了 我再提及一件事 以後中國人應該有一架 中國人專屬飛機 中國人專用空姐 中國人專用機師 另外就是女傳局 我經常都會覺得有這件事 那我在這裏 就不要說一些陰質的事情 我心裡在想著 如果你搭南方航空那些 會怎樣呢 我想不到 就是你下延的 不要說疏散 直接不用疏散 一倒插在地上也還有 是不是 大家不能同日異議 這些事情 不要說 總之現在針對日本的事件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 恰當的 就是減低的災難 你看看 眨眼間整架飛機 陷入火海 真的走光了 那些人 我已經覺得鬆口氣了 算是這樣的 贏了我 沒有人受傷 輸小當贏了 真的 有人受傷 但是真的輸小當贏了 是啊 全部飛機的出口 只剩下機頭右邊的手 那個門打得開 還要是斜了下去 你是難走很多 是啊 那你想一下 多效率 多厲害 人家那些 真是文明 這些 那 所以 我也是覺得 幫日本祈禱 早些 overcome 整件事 變得好 這樣 這個就是我看到的事情 那 就是說 日本這麼精良 都會有時候 其實凶爛真的 很少會發生 那你要連環不幸事件 才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都希望 早日就 變回正常了 好 那好了 早日變回正常呢 那 不知道 會不會在政黨輪替之後 又在英國裡面出現 那剛剛看到的新聞 印度成呢 暗示 在2024年 就是2024年 今年 可能是一個大選年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 那 美國的 分分鐘 拜登對Donald Trump 都不知道 Donald Trump會不會 出不了閘 就是參選不了 那我這邊 加拿大呢 我就會和老總 預計 很大的可能性 今年的秋天 Friendsgiving 前後左右 就會出現 加拿大的大選 那現在 印度成呢 都希望呢 可能呢 在今年的年底 英國呢 就有機會出現 這個大選 似乎全部都一時之間 玩這個 變天 這個遊戲 但是 你們兩位 坐地在英國 怎麼看呢 有沒有勝算呢 印度成 最近好像說 那些通脹啊 那些 買車啊 經濟啊 好像 那些數據好些 就是看到那些數據好些 就是刺激到他 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 咦 現在來搞一搞 對我有這個 這個好處 但是之前的一連串 不利好的消息 就是這個保守黨 對選民心中 就是已經立下了一個 好黑的黑豬 又改不改變得到呢 有什麼利好因素呢 你們兩位 怎麼看這件事呢 那 我們暫時就收到風呢 就說 新衛城呢 就想在下半年呢 就大選 那樣 那就是風來的 那大家看一件事呢 有點像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配合就是 那個 就是美國呢 都是在下半年大選的嘛 是啊 他配合那樣東西呢 可能是經濟政策呢 大家有一個阿拉盟在那裡 嗯 那我們 就是上兩集都在說 都是在說 都是在說 美國沒有 減息的一些背景啊 就是整個經濟不像想減息啊 如果你減息 很糟糕的通脹又來過啊 就是上兩集就這麼說了 但是 近這一兩集呢 我就開始就說 有機會是減息的原因 並非因為那個經濟數據了 嗯 就是因為那個選舉 因為你選舉呢 是需要那個經濟的繁榮呢 才可以支持到現在 現有的側政黨呢 重新再 就是 就是贏了 所以他們有機會是談好了這些數呢 就是 新衛城 和美國 你知道這些聯盟來的嘛 大家談好那個貨幣的政策 談好那個經濟的政策 怎樣去令到那個貨幣 控制之中又不會衰退呢 所以他們有機會是鑒操減息 而他們食住鑒操減息這個利好呢 去當選的 嗯 我用這個大環境 驚和濟一起去看一下 所以他們說下半年的選舉 那個可能性是合理 而那個經濟政策 在未來這一年呢 它會有機會在英美兩邊 減息呢 是有機會的 而英國銀行已經先了減息的了 那我不知道美國會不會真的減息 因為 早兩天 鮑威爾又昂嬌嬌走出來 就跟你說 我們好像可能要加回 那樣 你到底想怎樣啊 大哥 又在談好像要加回息 是啊 就好像人家撕菊花那樣 是 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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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完全是那種來的 那變成 你是作為一個投資者 你就在這樣的位置 就很難觸摸它 究竟它會減還是加呢 所以我就說我不敢亂動的 嗯 但是這個情況就是 很可能在一個政治的立場裡面 大家說好數 那些金融那些說好數 那些說好數 不如你 央行那些說好數 不如你減一些息 讓我們選舉 就順利一些 那它都會有機會是順它意的 那可不可以輪替到 就是可不可以維持到 到現在這個執政黨 或者拜登 會不會可以選到連任呢 這些全部都是後話了 但是減息去幫助它 幫助新偉城 就很可能是一個 就是大家丟好了的東西 嗯 我覺得似是這樣的方向 似的 那你跟著就是 喂 民意那件事情 喂 從來來講 就是民意呢 你如果你是不是欺貪的 你都不費人事煩 要不就不去投 要不去投開原先那個 如果沒有欺貪 但是如果你是欺貪 那就是刁你 就選它下來這樣 那樣的嘛 所以他們是想 這個環境是維持 慢慢變好 多於大改變 因為大改變 不確定到那個改變 是不是它的選民喜歡的嘛 那所以就我看到 是有機會 慢慢漸次減息去幫助 去那個經濟 令到那個民意呢 沒有大變化 然後就順利就連任 這個就是他們的 就是主觀的 安排 實際現在在英國那個通脹 是不是已經在控制著的情況呢 我自己看呢 它就沒有加得那麼兇狠 是 有一點點感覺到 那些麵包是便宜了一點點的 但是它不是好 雞蛋麵包那些就減少少 其他的那些呢 都沒有怎麼變價格的了 升了上去不下的了 那你沒有再升上去就叫做好 他們會這樣看的嘛 我這邊的油現在跌得很厲害了 跌回去了 是啊 油價主要的問題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中國沒有辦法復甦 所以呢 石油的那個需求 就沒有搶得那麼厲害 而且它在俄羅斯那裡進去 那就變成了就不會影響了你現在 本來有那個供應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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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 是的 沒有緊張到那你那些油價就下了 但是現在由頭到尾 除了油價之外 它本身的通脹 其實它沒有升溫呢 就已經是一個 他們覺得滿意的數字了 所以他們以為有減息空間的 是的 那你說減一兩次會不會 就是永遠那些都是滯後的 所以它選完之後才爆升的通脹 很恐怖的 譬如我三月我現在減息 你猜馬上會反應 喂減息了 那些通脹馬上來 不是的 那你也要借錢出來 買一間廠 租一個廠 建一些機器 再投資 買一些電腦 搞一下搞一下 三個月的 那六月開始就升了 不是 我們看到都沒有什麼事情 繼續減多次息 它減完三次息之後 可能去到九月之後 才開始復現那個通脹的事件 然後我們現在加息了 或者選到 選緊 那就不要緊 你明白到整件事 減息對經濟或者民生 是有滯後的 加息也有滯後的 所以他們馬上減 那些市民不會馬上割 當然你在供樓的人 又在荷包搶錢 你會知道 但是大部分市民 就是我們這些 沒有產 沒有業 我就只知道 這個麵包便宜了一點 沒有加算 有他 這些才是選民來的 這樣 所以你明白到 他們那個政治 和經濟 大家合謀去談一件事 去幫助選舉 和時間性很配合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 很順暢 很順暢 這樣 所以 減息 有可能 高了 之後 新衛成在今年大選 高了 因為他要賠償整個大環境 就是那個貨幣供應 那件事 去處理選舉 明白 高手 高手怎麼看 其實我看回其他的QL說法 就覺得 英國的 除了加拿大之外 另一個高風險 經濟衰退的國家 就是英國 那我都會想 會不會是新衛成 趁現在 還不是最糟糕的時候 那乖乖乖 推動選舉 然後到真的 壞的時候 我已經選了 那我就才 叫過了開日神 那種態度 有機會是 因為 其實我都見到 譬如有些 有些短片 我見一些人 譬如新衛成 有機會可能 去某些地方訪問 去一些民居附近訪問 那些人都會站在那裡 很大聲 吵架 其實是 其實 所以我覺得 英國人眼中 對於新衛成 是幾 幾負面的 其實整件事 這個是真的 這件事 所以會不會 他會預告到 咦 不是啊 其實 接下來真的會 有衰退的跡象 如果你遲些搞 那變了 就是 是的 會衰兩次重 現在都衰的了 我覺得 conservative party 其實這個時候 都蠻弱勢的 其實都 那當然大家都 visualize 了工黨 不是很厲害 去搞經濟的 party 所以他都會想 不如 趁趁趁趁趁選舉 就跟他談了點數 他怎麼上位的 他本來是做財商的 然後 卓偉斯說 我們現在 就不夠錢 去營運 借錢 還要減稅 借錢 還要收入減少 所以大家不想任他才下台 然後 新衛城上來 又不知道為什麼可以 因為他應該跟財閥很大關係 你看回他的路線 所以如果他要選 他一定是益了財閥 減稅就是益財閥的一個行為 那財閥有錢移動的時候 他就會影響到選舉 或者選民的一些 某個程度上的一些 的心態 舉例 譬如我放一些財閥 賺到錢 你不要理他從哪裡回來 總之我放了你減稅 或者放了你銀根的時候 你就有些 就是叫什麼 好像誠哥 如果不知道就沒有問題 之後你就可能擴張 或者保留到一些職位 或者沒有裁員 這些行為 甚至加薪 你能夠救他 總之搞一遍 然後你覺得 為什麼新衛城在那裡坐 還起碼叫什麼 沒有衰退 我都起碼坐得住 有人工加 你會很短線看這件事 可能覺得 那些東西不變好過變的 因為你選工黨上去的時候 可能很嚴重 他們有機會會想這件事 而小市民的想法就是 我總之 他當政的期間 他沒有影響到我 而他是變 他講了出來 通脹會停 就真的停了 那我就相信他 可能有機會是這樣的 所以 他是用錢去製造繁華的景象 所以他有需要 是談好上面的大媽撒 還有 怎樣去放那個人 這個是他的整個戰略 我覺得是這樣 但是你說去到普通勞動階層 在新衛城 不可以臭米氣的 這個人 跟林鄭一樣 下去到八達通都不懂得 那些那些 的黑人 他們會這樣看他 我覺得比較像是這樣 所以現在 你是很兩極的 他是完全操控著一些財閥 怎樣去令到社會環境變得更好 就是他們的大戰 拜登一樣 都是在說怎樣可以令到華爾街和他平衡到 那些財閥怎樣可以賺到錢 不要令到經濟行包散 那麼他經濟一好 武漢包散 他就很容易有機會 相對來說有機會連入 但是如果好像你看回當年 198 1979年 80年 80年不是要選卡達還是選哪一個 選哪一個 選啊 影帝是誰 列根 列根 列根和卡達連 卡達看不著就當 通脹暴升 兼且那個 民間的價錢 是的 民間的財富暴跌 所以他就處不到 這些是很敏感的 你的經濟民生一差 你的總統的連任機會 你的手上的連任機會就很低 他們一定要看著這件事 所以今年的奇怪位置在這裏 明白 那你講開經濟民生 就是香港 現在我們經常見到那個 我覺得那天很像林鄭2.0 那那個林漢豪 你覺得很像林鄭影子 你有沒有覺得 是啊 他不夠你 你想什麼 總之他想了一套 說完出來之後 不想笑 不想哭 他給他的聲音 你給他的聲音 你給他的聲音 你給他不相信 你給AI聲 很難頂 那個林漢豪 現在我見這個林漢豪 不停出來 就是為他的經濟 那些事情 因為他發展局局長 就說 你賣地又賣不到 北部都匯區 有六塊地 沒有人入標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那些人出手 這麼低低 你客人一怕 就不想賣 就不想賣 然後跟著又出現了很多 寫字流 尤其是夾急的 那些空置率 也是非常之高 在這個情況下 他應該都很頭癢 他負責有在香港的經濟方面的發展 要交功課 在這個情況下 你們兩位又怎麼看 在香港裡面 這些事件 是不是香港都很惆悵 現在應該是 那我先說 你看看 剛才說 那個民生不好 就選不到連任 但是香港 你看看 沒有了 沒有了 這個民主法治 就是自由 是 民主法治 自由 沒有了之後 你看看那個民生 他們坐了多少 這個就是 入字入卿的主要題材 就是這樣 由字入卿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看 凌岸豪 他講的那件事 或者他不再 今年的第一季 不再給地出來 其實我覺得 他是瞧端起陳茂波 你看看那些官員 大家做事 都不能協調 他們全部都是 如果你是一個政府大戰略 陳茂波叫救命 沒有錢 財赤 我們沒有了 差一千多億財赤 你們怎樣 各個部門 擠出來也好 是不是 大家埋單 打完了 好了 張單三千九百九十九 全台人五位 那你們不給 那我都扔二千 你還是敢一點 大佬 撩牙 沒有啊 我打五十塊出來喝橙汁而已 哈哈哈哈 那你教我的海參石 是啊 沒錯 那些官員就是這樣 你看到也是 警務署 不是 保安局 保安局 沒有啊 有了 那些華 我帶了一百塊出來 叫那些人全部出去 抄牌 這樣 哈哈 哈哈 秦了雞 然後 之後 你看到股票 全部的印花稅 收不到 你問稅務局 稅務局說 你去哪裏 你搞的 我負責收錢而已 是啊 我過來不喝啤酒 你怎麼跟我收錢 這樣說話 你看到全部的部門 都不協調 即是沒有說 同舟共濟 究竟怎樣去解決 財赤 擠多一點點出來 收緊自己的支出 是不是很好的 個個都是各有各自說自話 那令我看 喂 我看完 喂 我又沒有特別的 然後利益 你知道的 以前那個 那個 新世界 賣了那個 紅灣半島 我忘了叫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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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賣了他之後 再去新世界那裏坐的 是 現在問題就是 阿寧康浩 會不會便宜賣了給新世界 他有位坐 他不會的 所以我就不賣給你了 我看 我看 什麼 看主上 香港的地 賣不到價錢的 就收賣了 是 他就看這個檔 他就不想你 陳茂波說 喂 我們今年裁赤 我不是聽你說的 他這樣 你看到他整件事是這樣做 他問責到下來 為什麼你不拿地 那些地不值錢 難道強行賣 我們沒有的 賣一幅少一幅 他這樣就解釋了 所以他做得很好 要收入 賣地我才有收入 是啊 是啊 他就是這樣 他簡單的說 就是我拿著鞋子的方法 就是我不會便宜賣 我們 當我做發展局局長的時候 먼저 他是要放 chose 他其實還是要對värm 他 可能地產肚子是油肌 你是沒有肉吃的 那又不行 artık 现在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去 他不是跟地产商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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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他揣摸到上意,就是不太便宜,没人要过我便宜 这样,是的,那之前那几幅地,为什么拍板去卖 可能就是陈茂波说,试试蛋蛋,你快快去和我卖了他 那今年他要再批的时候,不敢和陈茂波夹起来 找我笨蛋的,有一分钟放我上去 你没钱,要我卖,我便宜卖,你跟着被人狂吵,吵就吵我 你自己又有钱,減轻你的财赐,你就吵你什么着想 是的,没有整件事,加减数不能够计算 所以他就不拿自己的面子走出来便宜卖地 不就拿少一些出来卖,我们又不是等着要卖 就算我卖不到地,我都会这么高薪的 明白,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呢,搞不够啊 你不步都回驱,你投了地都发展都搞不想定 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大前提,为什么他反应这么冷淡的原因 就是地产都不是玩够你,就是跟你去购买多些的东西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大家互相不协投的,也都是 一样东西加加埋埋,就告吹楼滩 是啊,你试一下,想一下,你打电话去 他去找女儿都说我不能够有空,就是地产商呢 我们想想,然后标书都不能够见 就是等于你打电话去找女儿,今晚去街,不有空 你打了几次都不有空,他说我都约了人 他自己说的嘛,那你就没那么弱了,免得被人唱 他生了很多次,我都不拖他 有些呢,免得做个效果出来,还差了 现在就是在桌底谈,就是地产商是有他们的安排 而令看涂要做的事呢,就是他在技术上面 就是我不拿出来住 第一,我守住,我不能够给你 OK,第二,上面没有命令 告诉我,到底这个情况 怎样刁发,我这么粗推出来 你会怀疑我,喂,会不会你跟谁 谈了啊,新世界啊,长实跟你说啊 你推多两打,那一辈最静的那个呢 什么赤柱,对等着海边 在你旁边的屋子那里呢 那里便宜给我一两千元尺,行不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 那就被别人说你嘛 就是你贪污之嫌嘛 所以他一定是守住,不做住 因为他没收到命令,怎样搞 那你也知道大陆人是不懂得搞的 因为地产商在香港玩了这么多年 整个游戏的规则 不是一个官员可以说到事呢 就是在这里大家磨,在这里磨住 但是另一样东西的好处就是 那些官员协调,就是我费事卖地 抑救你神后邦 减轻财,你自己想办法 以前看的 制裁那些已经制裁了 我跟你都不用制裁,不要做那么多东西 现在的情况就是,林漢豪的位置就是这样 你说他做对做错 没得做对做错的 现在的情况是,他做什么东西 都是看上面的order 没有order就不能做 高手,高手 你都看到其实之前推些地 都不到投票价 接着要withdraw 如果我是局长,我都要想 推出来的东西都卖不去的 没有人偷的,我当然收回来 我宁愿这个时候收回来 我不能动 好过推出来 没有人要 因为我现在不卖 我不卖 我不卖给你而已 我有啊,我都不卖给你 推什么 还有好过,他拿出来 别人都不能要 接着流标,是比你不卖 你要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他们都要想的 因为 我觉得可能有kpi 就是说我没有东西卖 如果我 除了比例 我卖10幅地 10幅地我都卖完 那我kpi就高了 100% 如果我推50幅 有40幅都要收回 我的kpi就只剩好了 我觉得有机会是这样的 有机会的 明白 但是整体 我们现在都带出一个point 就是香港的甲级捨自流 的空置率也是越来越高 这个也是 对陈茂波都很严重的 你的经济 没有人做生意 收不到税 是吧 整体的经济 活跃程度又减轻 就是风气啊 气候啊 那样东西都是这么低迷的时候 我都想不到他有什么的方向 但是也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可以再将那些租金啊 格格啊 降低呢 因为你 没有人租 你只要下调的 对啊 对啊 你举个例子啦 老奥 你本来呢 就住开这个 北沙湾的 然后呢 北沙湾呢 就租开可能 50万元个月 突然间浅水湾呢 就没有人租 浅水湾的屋 一样尺寸 静好多 静好多 地方地点又贵格很多 它又跌到六万 你会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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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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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发现 是没有人填浅水湾的位 嗯 那是怎么办呢 就是说住在贝沙湾那一班 都觉得 我可能下个月 我都拔了 拔钱就拔人走了 那废话 麻烦 又要搬屋 然后再拔了 看这些罗马尼亚装 做装修 你明不明 整个甲级写字楼的问题 就是甲级写字楼 现在空置了 而你 在月级写字楼那里 那些人没有move 上去甲级写字楼 兼且那些人继续维持 在那里不动 或者走 那这间公司怎么办 你正常来 喂 如果MIHK 能够去到IFC 开一层单位 而租金和搬同一样 如果你想想发展的 你会搬 对不对 如果你打算到时 国安法来到 23条写了 那我搬同一堂 那你就不敢搬 免得麻烦 还有几个月 对不对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我2022年 我已经搬了 我已经搬了 就是这样 你明白 一早搬了 上去IFC 对不对 哇 叫一些主持人 上来 都威力 对不对 拿着镜 看着围港 拍张照 都漂亮 对不对 没有 完全月级社自由的行动 是不会向上甲级 那你说我们产业没有升级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们可能就维持 或者将会拔钱 就是不能看发展 所以才会甲级社自由 空得这么厉害 这个就是香港现在 反映着那个问题 这个才是恐怖 那甲级会不会继续空置 会继续越来越多空置 因为你高手 已经看到一些外资 那些东西 那样的总部 全部拔走 那你 上几集已经在说 譬如我以前还开了 Modis 在The Center 都衰衰的 都叫做有四分一层 其实 他们都在筹备 喂 当深圳office之前 查到深圳八八的时候 香港office都不要 不准搬过新加坡就算了 因为香港 还有剩多少人 因为你不需要再 manage 大陆那些project 那些developer都不在那里 搬到新加坡 我那些东西就在印度 或新加坡那里做 我还要在香港office 因为香港office 我只是看着大陆的东西 那大陆没有office 我要香港office做什么 那就不要了 那些人可以走 那些人可以走 拜拜 那就只剩下星加坡 去到星加坡 不去到星加坡 就算了 就是空置和租金减 都没有吸引到一些公司 去进驻 或者填补的问题 就是代表这些公司 已经按兵不动 或者是不谋发展了 这个就是实际的问题 而这件事是延后的 就是说今天你看到公司 不打算发展 其实你已经看到 未来一两年 是职位会越来越 就是空缺没那么多 是 拔走公司 这些事件是会发生的 那也都是伴随着 一个叫什么 高端的生意 或者赚得多钱的生意 是会越来越少的 在香港会是这样的发展方向 那真的不一样 那这个发展局局长 是什么东西发展 都能够吵得出来 那他就吊你了 被不允许洗民宅 你很开心的 那他刚刚坐到这个位置 那他又拆得漂亮的鞋子 那他都可以搞的 因为有一个问题是怎样呢 做官的那些 最重要是什么 不是才智兼备 才智当然有 最重要是臉皮够厚 是 就在赢的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讲一些东西出来 他自己都解释不了那件事 那客观环境 他都面不红耳不赤 能够这样的就是一个好官 在香港 明白 他相信他都会做到 我听他说的 其实我想打爆了一幕 就告诉你 是呀 没错 我们听的都面红耳赤 是呀 没错 他说出来的 面不红耳不赤 面不红耳不赤 是吧 就是神态致虐 那一只鞋样 这个丑异 我真的经常认他 他真的是一个林郑2.0的翻版 是啊 他会不会再上去 真是 你这些这样 就摆到明 也是那些什么 烧山上身的了 哈哈哈哈 好 最后小小小的要讲一讲 我们有老友呢 就想来讲一讲 喂 大陆近期 就是那些 腾讯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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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消息一出 那些股价呢 就是全部建雄直线下跌 那这样搞法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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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 那又 juega 那中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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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草 那些 发布 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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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表達些什麼呢? 我們現在都是爭了頭 我覺得是這樣的 玩財技 經常都是這樣 可能有些人在買菇 你明白嗎? 掌官說最近就沒有什麼貨幣 買一些很貨幣的公司 手遊公司就好了 但是股價是怎樣? 很貴 之後下面的小子就說 幫你想個辦法 自己偷了個龍仔 寫了一張紙 就說我們現在手遊不能開始過這麼多金 你賺得多要吐啊 說笑不說 寫好一張紙就貼出來 然後即日就跌了股價 然後大家就拿這張紙 當成聖紙這樣就沽 沽的時候 掌官就怎樣走去? 領導就去買 買夠了 或者之前他有股份在手就套現 拿貨幣 是的 沒用的 拿貨幣因為你跌了 他不是拿貨幣 而是買入 有機會是這樣 控制進來之後 拿一張紙走 又說那個人 他那些下馬 你自己看三六奶粉負責那個 現在他在搞這個交易食物安全 哈哈哈哈 沒所謂的 你不相信那些鋼跡 那些鋼跡和鋼跡是一模一樣的 人家的鋼跡又是怎樣的? 就是打什麼鋼鋼鋼跡失不財 這些叫做鋼 這些叫做鋼跡轉來做的 哈哈 即他降職那個就是有功 所以他降職幫主子擋了一刀 那他將來就升得更硬高 你擺明三六奶粉那件事 你現在看回那些人是不是負責的 那些人是負責什麼鋼跡的 所以他現在的錯位更加高 但我這個也都 我相信有些傻子就是揣摩上面的主意 即是可能就是主場就是 找狼狗 你也知道那個小學博少找你外 即是客客聽到別人說 那些小孩子掛著打機 荒廢學業 偷媽媽的信用卡 那些錢去做事 當然要控制一下這件事 很明顯你是覺得主場是有很神奇的 即是認知能力 他絕對沒有的 你放心 他來到香港去訪問警察的時候 去參觀警隊的時候 他曾經那個經典就是 這個是真的警察嗎 哈哈 他都要到處瘋狗他的 他只是一件事而已 我到處的人全部瘋狗我 所以他沒有信是真的 這件事一定不能去到主場那麼高 就是因為這群人 是能夠有能力處理到 這個國家裡面的手游這個項目 而他是知道手游是很難賺錢 怎麼可以是上下其手 即是翻開他 抓握他呢 那麼就用這張紙出來 我覺得最可能是這樣 你試想想一下 現在已經是 回到正常想 現在中國裡面是什麼東西都沒有做的了 你連手機遊戲都不想被人打 那豈不是暴動出來打公安,對不對? 很厲害,剛剛有老朋友發了一些訊息給我 他說在大陸裡面一些酒店 你知道有個酒店就是掛外國的招牌的 或者有些酒店不是掛外國的招牌 但是是外國人幫你管理的 那你這些酒店 外國人收你的管理費就照收 但是你現在中國裡面沒有人去旅行 那根本是沒有人住的 就是我每個月都要給Fanchise一個費用 去經營這間酒店 而我的酒店又有不夫之 是啊,很多的情況,因為沒有人進去做生意 也沒有人進去旅行 其實已經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出來 這個就是裡面的內循環做不到 可以這樣說 你試試想想 回想想,手遊不讓人打機 不讓人課金 不讓人沉迷在那裡 那你突然間吸收那些鴉片沒有了 那怎樣? 那人就全身不聚財 就拿刀出去插人了 那些爽司院 那些人就是咬夠人 是真的會瘋的 你試試看 你打機 突然間呢 你打打一下 突然間斷電 你就拆了電視機 那些人不是瘋狂的 我那些正常的都受不了 你想想想 我那些真的瘋狂的會怎樣 不過我也是這樣看 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解釋展博兄你說的 這個預測是合理的 好了,或者是騰訊 這些手遊公司背後 其實我們都會想想 是迷你大媽媽去操控 那你現在可能是 剛才我所說 當主上的認知人力真的高一點 他真的要幫那些家長 懲罰那些年輕人 不要亂搞他們的錢 讓他們去搜尋 搜尋,OK 一這樣搞一搞 震一震 喂,大哥 你那些什麼太子黨 什麼元老 背後家座 控制這些的 手遊公司 高科技公司 睡醒了 你以為你的身家 沒有了幾百億 你以為他要不要麻煩 你以為他要不要麻煩 你以為他要不要 找人家算帳 都有機會的 你裡面說的 不知道哪個派對 影響哪個派對的利益 我自己看 這件事 震撼的程度 其實可能 主要是股價震撼了 去到現在 又沒有要執行 那樣東西 又收回 其實這件事很流 意思是 你每一層裡面 都有人有權 你看回一件事 就是 當你上面 是戀勾來的時候 你就會常良不正 就下梁歪 那你下梁歪 可以怎樣 我就以權謀私 那你自己看回 維方那件事 為什麼會叫你 爛爛 就是因為 他們 已經惯了 惡惯了 他們發現了 總之自己有權在手 他就亂勾禁你 然後你一層就學一層 下面可能就是出這張紙 這個人 他本身和上級的人 就做這件事 然後他就不用問你 他就出一張紙出來 然後說出錯 那就出錯了 總之我 總之我 你知道共產黨現在沒有問責 總之你搞得行 就是怎樣 解決到問題 他就不理會你什麼事 總之你就沒有罪 你不是擾亂市場什麼事 因為擾亂市場過程裡面 他沒有受傷害 或者他有得益 那他就不理會你擾亂市場 是不是 你有沒有唱衰過事 你現在有沒有唱衰過事 你說我叫那些年輕人 不讓我守人 而已 不是守遊而已 哈哈哈哈 沒有守人 沒有守人那麼多 是啊 幾乎正義 所以整件事 他們找到一個 流動轉空子 我覺得像是這樣的情況 去到將來會不會再 嘩你試試想想 現在這個國家裡面 這麼厲害 能夠絕到錢的東西 一定不要停 問題是絕到哪裡 是不是 沒有地產 那你只剩下什麼 電訊 那些什麼手遊 那些什麼 那個玩到去 最近那個網上網購 他們上面有阿里巴巴 京東 還有拼多多三家公司 他們都是一些絕錢進來的項目 一定是 你看看 拼多多 他現在賣貨 賣了給你 你說要退貨 他就不用你退貨 然後退錢給你 是 那麼有錢 是啊 然後呢 京東和阿里巴巴 最後都跟他 現在的情況是 你扔塊海綿回來 搓到 洗碗魚 然後你說 哎 他就不笨 你問他拿錢也可以 你扔塊海綿不用退 那你想一下怎麼玩呢 就是整件事 已經是去到山窮取盡 就是想辦法 怎麼可以製造那個貨幣 所有人都是在想這件事 沒有理由無論端端 停了手遊 那些年輕人的錢這麼好賺 是 沒有可能的事情 高手跟不同意我們的看法 是 因為 因為 我不知道你多久沒有打過機 那些人買武器那些 我記得以前那些朋友 好笑的 整天假裝女生 騙一些武器回來的 是 很搞笑的 他們說 可以騙到把東西回來的 然後 他說 我追了一個人 追了很久 但其實他是男孩子 哈哈 哈哈 不是嚴格 這些簡直是騙圖的手法 沒錯 簡直是網面 其實不要小看元宇宙 這個網上的世界 是真的 很多生意會找到回來的 那些假的虛擬禮物啊 武器啊 就是幫你家的房子裝修啊 全部都是錢來的 可以是 我們不是那一代的了 我們現在 實實在在 要看到真人那些人 可能都是一些老鬼來的 就是開車要開棍波的 都是老鬼來的 電子化電腦化的世代 我們真的開始跟不上了 晚上要吃飯 要正氣的那些人 哈哈 是啊 沒錯 早上做中午飯來 對一下 飲料才可以的 烏烏這樣 早上做中午飯 是啊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 我今天 現在應該就在台北的了 那 希望大家 下個星期 我們要再和大家夾 我那時候 就應該去到 日本 的情況 那看看我們時間 要怎麼去安排 下一集 我們再去 測通一下 好不好 這樣說 台灣 官戰 官選 大收獲 另外 我希望 賴清德 順利當選 減少一個不穩定因素 哈哈 他當選了之後 我真的很想看看 中共的反應 會是怎麼樣的 沒錯 因為 本來就是不穩定的 如果你變回 一些叫做不穩定的 不穩定的因素 就更加亂了 我就叫做不穩定的因素 算了 好 各位朋友 再見 OK 拜拜 我可以 你會做不穩定的因素 我可以在此 你也可以做不穩定的